這個熟食中心相信有九成荃灣人都未來過 你看不看得出它在哪裏呢? 隔著螢幕都看得出它夠鑊氣 三送飯連這個也有,真是抵食 大家好,又我是陳仔一號 今天來到荃灣找食 想帶大家去一個隱世的熟食中心 相信有九成的荃灣居民都未必來過 今天乘地鐵來到荃灣西地鐵站在B出口出 上到地面就見到這個美麗海景 跟著轉右,走去海邊 跟著走到單車徑這個位置 繼續往右轉 在這個位置,如果當日天色好,好像今天這樣 你遠望近去,可以看到丁九橋 我們沿著單車徑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沿著單車徑往這個方向走 大概去到這個位置 這段的荃灣海濱路 無論日頭還是晚上,都很多人過來釣魚 當然,也有不少人特地過來做運動 例如跑步、踩單車 你看到這個人,跑跑步都在拍美景 另外,我也發現,站在這個位置 不僅可以看到海景 因為這裏的上空,很多時都會看到飛機的升降 所以如果你喜歡飛機 不一定要去機場看 其實在這裏都看到飛機 來到這個這麼美麗的海濱 如果突然想踩單車 這裏有共享單車,可以讓你租 讓我們繼續今天穩食之旅 向這個方向繼續走 走到差不多,會見到這個 以顛當為主題的打卡點 接著這裏有個紅綠燈位 我們在這裏過馬路 往這個方向再走一會 就會見到一個特色的打卡點 我想這穩穩18區 都沒有幾道區有這一樣東西 見不見到這裏遠處有些大壁畫呢 原來高速公路下面 竟然有這些特色的壁畫 這些壁畫每幅有差不多三層樓高 找它們打卡和自拍 拍出來的畫面應該多漂亮和多震撼 不相信的話 找人來現場拍照試試 穿過這系列的壁畫 之後我們繼續穩食之旅 離開了這個公園之後 我們過對面馬路 過了馬路之後 我們沿路向前一直走 大概多兩三分鐘左右 就到我們的目的地了 柴灣各街臨時熟食中心 我們這邊吃東西通常是兜後面入的 所以過了對面馬路 走到這個位置 通常過了馬路 跨越這些難河 直接入去大排檔 第一間我要介紹的 就是專食量送飯的吳章記 每次來到都見到人山人海 因為這道菜的選擇真的很多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限量 煽到煽得 好像這款酥炸魷魚一樣 我今天來得早 有機會吃到它 魷魚酥應該是最吸引 這個紅色的炆腩肉 都很受歡迎 我見很多人都點這個 這道點完菜之後 會跟一個湯和一個飯 如果你喜歡喝湯 可以叫它北大碗些 這道三送飯的味道 有點像回到家吃飯的感覺 味道適中 而且份量又多 尤其是喜歡吃菜的 更加會有大大份菜 這一日見它有豉油雞腿 竟然它都只是當一送 真是抵食 如果你都想嘗一下 這裡的炸魷魚酥 記得十二點前過來吃 因為它真的太受歡迎 每次炸完出來都被秒殺 雖然這裡好像一個大排檔 但其實它都有冷氣房 它這裡還有一道菜 必試的就是白切雞 今天我這個白切雞腿 非常滑亂 真是一事難忘 來到這裡 基本上都是吃三送飯 它的價錢就是45元 包一個飯和湯 它這裡的湯真的挺好喝 基本上每次都喝光 另一間我要介紹就是新記 如果想吃大排檔風味 這間就是表表姐 新記這裡其實都有間冷氣房 夏天都可以來吃 它這裡除了常規的餐牌之外 都有每週精選 就是粉紅色字這一張 每個星期都會有新款 這裡炒飯類的價位 大概43元左右 炒麵大概45-46元左右 不過不包飲料的 記得 今天我和朋友一起吃 他就叫做乾炒牛河 我叫做星洲炒米 我想喜歡吃大排檔的人 都是追求一樣東西 就是鍋氣 哇 你看看煙蹦蹦的 味道剛剛好 這些一拿起 煙蹦蹦就是鍋氣 隔了幾天又來新記試一下 今次試它的生炒牛肉飯 它這碟生炒牛肉飯 真是給我驚喜 平時出去吃 哪有這麼多牛肉 再近一點看 它的飯都是粒粒分明 上了桌一會 粒起飯都還在煙蹦蹦 很厲害 除了牛肉多 蛋也不少 這碟生炒牛肉 都是43元 算是挺值得吃的 接著朋友吃這個 豉油黃炒麵 真是不得知了 看它的煙多厲害 另一道我挺喜歡吃的 就是這裏的咖喱豬扒 首先它的咖喱汁是港式咖喱 不會太辣 以香味為主 更重要的是它的豬扒 煎到焦香 真的挺嫩味 之後隔了幾天又過來吃 今次我朋友點了肉絲炒麵 就這樣看樣子 就知道什麼了 它的麵底真的炒得很脆 上面的肉絲都給的很大方 如果大家想嘗試台灣各街 臨時熟食中心的話 記得不要星期日來 這裏只是開一至六 這裏你可以晨早7點過來吃早餐 中午過來吃 甚至吃下午茶都可以 但是晚餐就沒有了 除了我剛剛介紹那兩間老字號之外 其實近年都有新舖進駐 就像這間一樣 如果將來有機會 想去荃灣海濱走一下 chill一下的話 記得多走幾步 可以去這個臨時熟食中心 試一下大排檔風味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 給個like我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下次出新片就會通知你 拜拜